哈喽大家好,我是喵地山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系列的第二集啦 上一期我们探索了这个宝可梦世界 然后我们遇到了一只神兽 可是我们打不赢 正所谓打不过我们就假如 所以我们今天目标是做金灵球 然后我在结尾的时候有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医院 我们就把这个医院当作我们的第一个据点 OK 我们现在目标是做金灵球 做金灵球我们需要大量的铁还有果实 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先下矿洞挖铁 Let's go 好的,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矿洞 OK 喂 喂,有一个 这个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 瓦矿石 这个也拿着 是什么 不知道 有点再厌重 喂,我们看到铁了 铁 来来 欸,要用石稿啊 哈哈 OK 我们来做一个石稿 OK 我们要挖多一点铁 我们需要大量的铁 在这个宝可梦世界我们是不需要担心会给怪打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宝可梦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宝可梦 不会有僵尸啊 这边玩了我们的石稿爆了 我们 我看我们先做一个铁稿 OK 我们的铁已经够了 来 我们先做个铁 铁稿 等一下如果我们遇到 我们遇到铁石可以直接挖 哇 铁石呢 OK 可以 出发 因为我们这遇到的一个 这是 这是 这是铁石吗 不是哦 这是 红宝石 红宝石 我们先挖到一个矿坑 我们看一下 哎呦 哇 巧岸啊 哇 哇 有很多铁矿 快挖快挖 还有我们的黄金 铁稿挖一挖 挖到我们的铁 铁稿爆了 也没材料做啦 这样我们先 我们先回去先吧 好的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哇 他在里面迷路 哇迷了好久啊 OK 我们身上有 他挖了 2组半的煤 1个纸水晶 8个水晶 还有 红宝石 9颗 差不多要1组的铁 我们来把这些矿物烧一烧 等这些矿物烧完 我们再 回来 我们也去采点果实钱 所以我们这边遇到一个训练家 哇 81等 神奇宝贝大师 我是新手 哇 树上有一个大甲 哇 现在看到的精灵全部抓不到 我们要加油啊 快点收集多一点果实 会不会在我没有精灵球的时候 然后出现闪光之类的神奇宝贝 这是射为 不是啊 这是阿罗拉形态的 哇 你来找我对战吗 原石珠 看我的 电光一闪 哇 伤害好痒啊 哎 你打我更痒 那就 电光一闪 加油啊 电光一闪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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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打人这么痛的吗 不行啦 没血啦 吸收 来 吸收 哇 终于赢了 木收工 你可不可以抢一点啊 好吧 我们继续收集果实 哎 这是什么 这个是 这是祭台吗 我要金色狱王 这个果实还是蛮难收集的 所以我们要 留一点 留起来 我们可以来种 这个果实可以来种 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到处 到处找这个 果实 喂 皮卡丘耶 哇 皮卡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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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卡丘为什么有我伙伴啊 不要啊 不要来战斗啊 妈的 皮卡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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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没有办法的 吸收 吸收 这个木收工 的强点就是 它不需要 带什么血药 它会自己回 它有吸收这个金 喂 为什么麻痹了 吸回来了 吸回来了 再来解决它吧 再见了皮卡丘 怎么有一只虫在旁边晃啊 它好像很热血 我们赢啦 生死等 哎哎哎哎哎哎 干嘛呢 这是什么 草劫虫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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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干嘛呢 哦 你又干嘛呢 群鸥吗 这个是 哎 不可以这样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的吧 看来只能应战啊 洗手 哎 不需要这样吧 啊来了 吸 干嘛呢你 干嘛呢 你又想欧我吗 不打了好吗 不打了 你又要保护到手 到时候 他终于 他终于死了 这是干嘛呢 啊 一个一个来 哇你 哇你挺强的嘛 一挑战呢 啥情况啥情况 啵啵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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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哎 你怎么没人呢 好吧 那我们 继续收集 波士吧 哇 早着早着 我们就回家了 这样我们就先 回家看看 够不够做 好的 我们终于到家啦 我们来看看 收集了 多少个波士 有两个红色 三个黑色 一个青色 三个黄色 一个白色 一个黄色 一个黄色 那制作精灵球 我们先需要把这些波士拿去烧 我们能够做高级球 让我们先把黑色的黄色 拿去烧 把这些多余的先抽起来 不行 哎 我们这还够做一个超级球 我们把它拿去烧 好 我们要制作我们的精灵球 我们需要一个锤子 还有一个铁匠台 OK 铁匠台的方法 上面 好 我们再做个锤子 OK 好了 然后我们还需要做 精灵球的底部 OK 我们的铁匠锤子 和精灵球底部都做了 现在我们就拿我们的果实来摆放 我们先做高级球 我们要把铁匠放在这边 然后把黄匠放在那边 哦 高级球球盖 会成型 我们只够做一个 这样我们做超级球 我们超级球 可以做两个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球盖和球做拿来 放在这个铁匠上面敲 这个真的很慢 所以 建议大家玩的时候 花的钻石再来敲会比较快 会比较快 我只有5个精灵球盖 我敲顺目都来敲 OK 我放 精灵球盖 也是一样 放就 然后敲它 终于把我们的球盖和 乘坐敲完 好久啊 我们来做精灵球咯 OK 我们现在 OK 我们现在要做我们的精灵球 咦?怎么没有 哦 我们少做了一个按钮 按钮我们需要拿原石去掃 才能得到石头 就石头才能做按钮 我们需要5个 所以我们现在来制作案 哇终于收集完那个 宝康梦球了 我们制作宝康梦球咯 观众们 我们终于可以抓精灵啦 特别再次遇到神兽呢 还是闪光 嗯 嗯 是我想太多了 嗯 我们先去抓 原石器吧 我满 我满喜欢原石器 哦 这是什么 哦 来了来了 小炭仔 就是你了 一球大师 去吧 哇 哇 不是吧 我的精灵球 这故事告诉我们 看来 我们不能学一球超人 我们还是老师哥 哈哈 哇 你的防御也是蛮高的嘛 我十几打你都不会 哇 看来还会成为我们的主力哦 来吧 高级球 恭喜你 成功捕捉了 小炭仔 哇 从捕捉的第一只神奇宝贝 来看一下 小炭仔出来吧 最终的第一只 最终的第二只 正经 我们看一下它的技能 技能才是最重要的嘛 特性蒸汽机 受到水属性或火属性的 招式攻击时 速度会巨幅提升 哇 巨幅提升 是加上满的意思吗 哇 很强耶这个 大家招式 岩石打磨 可以让自己速度变快 也是一样 普普通通 哇 娇小啊 性格是害羞 你现在上youtube咯 真的害羞咯 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就点个大大的喜欢 有什么问题应该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集见 拜拜